好,我们正式开始,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我们来看一下业余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是怎么样看行情的 请看第一张图 你像咱们学员区如果是比较短的学员 对规则和对学员区理解的不深 对我们的整个体系理解的不深 他一般会这样思考问题 高位带来一个顶部结构 徐老师提示了风险 这个地方卖出没问题 这第一张图 很多普通投资者,包括咱们的心血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问题不大 高位嘛,出这个顶部结构 这个也算比较好 趋势呢,也没有跌穿 高位能给结构也不错 减仓没问题 对吧 到第二张图的时候 请看下一张图 到这张图的时候 就是它跌下去了嘛 多亏减仓了 多亏减仓了 这破趋势的概率大增 等着破趋势呗 要跌多少不知道呢 反正只要跌了能在更低的位置上买回 这次交易就算对 到这到这到这的时候 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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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的这个 这个情况 这第二张图 第三张图 出现了小盒上升 没事 这对比下跌速度来讲 目前的那个上升 只是一个反弹 先不着急 结构 还是有效的 破趋势的概率还大 对吧 主观意愿 开始契合了你的操作 你的操作如果是卖出 你就希望它跌 这第三张图 到第四张图 哟 大盘涨了这么多了 可能没有下跌了 同时顿化消失 今天上午11点 是吧 同时顿化消失 那这个时候不买 可能会 后面继续大幅上升 怎么办呢 为了防止踏空 买回 改了 方向改了 风降也改了 从看多开始改成看空 从看空开始改成看多了 到下午 说华 哎 买回的位置变成了最高价 市场出现了下跌 那这次买入是错的呀 上次卖出也是错的呀 整个就都错了 第五张图的想法 对我说中的答疑啊 有过这种想法的啊 对我说中的答疑 没说中的答案 所以这就是特别明显的散户思维 是吧 散户思维 好了 我再说专业的投资者 应该是怎样的 好吧 好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几张图啊 顶部结构形成 卖出 之后 卖出之后 不符合买入规则 保持现有状态 然后 第三张图啊 不符合买入规则 保持现有状态 第四张图 顿化消失 符合买入规则 买回 第五张图 不符合卖出 功德 保持现有状态 所以呢 专业的投资者实际上就是 符合卖出规则 我们卖出 符合买回规则 我们买回 有人问没了 没了呀 你还想要啥呀 就这么简单 简单的反而是专业的 思维复杂的人 就是普通投资者 那么你们能理解 我说的这两种差异吗 所以像今天犯了这个错误的人 大有人在啊 大有人在 包括咱们学员区里啊 当然学员区里大多数人呢 都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你知道啊 这个我们在遵守规则 包括这一次 我其实在顶部结构形成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过 你们应该记得是吧 平时我不这么说 我说这一次 在更低位置买回的概率不大 要做好追高买回的准备 记不记得 是吧 当时当天我就说了呀 那么为什么还要卖出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遵守什么 能理解吗 我们知道我们在遵守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在在追求什么 这就是我们卖出 原因 我们在遵守规则 好吧 所以这 这不是一想 这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事啊 就是 顶部结构符合了 符合了卖出的标准 他也不常出 对啊 对吧 一个两个月吧 两个月到现在就没有出现过 上一次顶部结构 日线的顶部结构 这次90分钟线 日线那次也不对 对吧 90分钟线 目前来讲的就是顿化消失 但也代表了这次结构是不对的 但是他并不常出现 两个月一次还行吧 也可以吧 好不 所以呢 大家不用多想 就是专业的投资者反而不多想 他只是知道在哪个地方应该是买入 哪个地方应该是买出就行了 就想 你在 你事后诸葛是没有意义的 大家再看这张图 大家看很多人就开始犯了这个事后诸葛的意义 凑 比方说 在今天上午的11点的时候 你不知道下午要跌 这张图你能看出下午要跌吗 再看这张图 市场行情出现下跌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后面市场上涨 对吧 如果继续下跌呢 你的感觉可能就又不一样 所以假如你不能建立起交易的标准 只以行情的涨跌 事后诸葛来判断对错 很像今天我说 你的对错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你以行情的涨跌来判断对错的话 因为你不能够 注意要分析的过程是这样的 你不能够决定大盘的涨跌 所以你没有办法做到全部正确 能理解吗 因为这个事你做不到 你不能决定大盘涨跌 所以你做不到 我们说遵守规则的都是正确的 你可以做到全部按规则来 这就叫做全部正确 这个是你能做到的 那我再说一遍 作为一个专业的投资者 你应该放弃你不能做到的 去追求遵守你能做到的 这有什么错吗 假如你还继续后面还继续用行情的涨跌来判断对错 我都说了你做不到一直对 所以你会在对错当中反复解释 一会儿对一会儿对一会儿错 所以不要追求那些 看不见摸不着的 既然你相信规则 无论好坏 无论对错 都按规则来 就算规则 这次你认为他这个 最高买回的概率很大 我们仍然遵守规则 这就是充分的100%的对规则的尊重 你只有100%的充分的对规则尊重 规则才能够有效的保护你 帮助你 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和最基本的事实 能理解不 所以每次看到行情涨跌 对一些学员的影响 导致他抱怨啊 怂怂啊 我就觉得 有些呢 他至少呢 他会思考一下 关于对错的问题 关于他这么做 这么说 为什么会 会有问题 这中间的深层逻辑是什么 至少会思考一下 对吧 他来思考都懒得思考 你可以思考一下 我刚才说的这个散户思维逻辑 是什么样的 专业的思维逻辑 其实就是 符合标准的卖出 标准卖出 又符合买入标准的买回 其他的过程中 都不符合买入和卖出的标准 对不对 跟涨跌无关 只跟规则有关 能理解不 你做不到每次都正确 因为你决定不了大盘 这是前提 所以你说涨了 你就正确了 跌了你就错误了 爱行情涨跌来判断对错 最终的结果就是反复解释 一会对了 一会错了 对怎么对的 错怎么错的 是吧 反复解释 犹豫 徘徊 然后就迷路了 你都不知道自己该追求什么了 这就叫迷路了 我们既然知道 这个行情的涨跌 这个事做不了主 以行情涨跌来判断对错 这个事 不过走对 干嘛还说他呢 我们就追求自己能够做到的不好吗 你如果相信规则 因为规则可以帮助到你 你就坚持做到 每次都信任规则 遵守规则就行了 这是你能做到的呀 你千万不能说 我听老师语言课的时候 这个道理 老师我都听懂了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可是行情一涨跌 你又开始那样 又开始那个 屁股决定脑 什么叫屁股决定脑呢 就是行情跌下去了 你认为应该卖出 不应该买入 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对不对 因为他已经跌下去了 这就是事后诸葛 他已经发生了 然后认为发生之前 应该怎么能做 你还觉得自己很有道理 还觉得自己很有道理 这就完了 下面的时间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老师这算反复挨打吗 不算 卖出不对 这次买入 尚无证据证明 不对 对吧 下次卖出的时候 才能决定 这次买入 对还是不对 所以你看你刚才说 这是不是反复挨打 你看又犯了一个错误了 用行情掌跌来判断了 是不是 所以你如果 你如果按照这个数学的标准 也代表了 我们现在能够证实 上次的卖出是错的 但无法证实 这次的买入是错的 但上次的卖出 对于大上次的买入 又是正确的 对不对 所以谈不上反复吧 是不是 你又开始犯那个错误了吧 因为航情掌跌来判断吧 这判断标准的问题啊 下次何时卖出 不知道呀 我知道 知道不就好了吗 不知道呀 但是有一点啊 如果向上日线又再次的形成顿化 对吧 但明天没有 如果日线再次的形成顿化 搞不好我们要再次卖出 你不要怕麻烦 注意啊 不要怕麻烦 按规则来 该卖出 卖出 该买入买入 然后呢 就切个标准 你像今天跌下来 就好多人 好多学员就说 60分钟出这个 序列了呀 60分钟一开始 就跟大家说了 它不序列 不是交易规则呀 60分钟顿化消失了吗 120分钟顿化消失了吗 90分钟顿化消失了吗 这跟上周五 我们判断三个周期 顿化都消失的情况 是不是一致啊 如果顿化消失了 序列它单独存在的 意义不存在 能理解不 但是呢 在涨的过程中 你就没有这个 但是跌下来之后 你就说 60分钟的这个序列 真好用啊 就很多人就出现这个情况了 这就是 你在给你的主观意愿 找契合的理由吗 这不跟前几天 跟大家说的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呀 还是找契合的理由了吗 回老路了 回老路了 事后诸葛 不要做这种事 航行长跌 那是航行的自由 我们尊重规则 就是尊重市场 长也好 跌也好 它永远都是对的 如果像下 什么情况下卖出 破趋势啊 破趋势还是要卖的 既然90分钟K线 不能将一天的240分钟 均损 为什么不用80分钟K线 我怕你不好找呀 第一个80分钟K线 收盘是 叫什么 10点50 对吧 10点50 第二个呢 应该是 13点 40 那这怎么办 是吧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啊 90分钟 它跟60分钟和30分钟都有关系 数学关系 一个是1.5倍 一个是3倍 数学关系 80那算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研究多周期 那我研究80 我是不是应该研究50啊 是不是应该研究40呢 那1天240分钟出去40 还可以除出6个整数周期呢 是不是 我为什么不用40啊 我还可以除20啊 12个周期了 就 数学关系 你研究数学关系呢 会发现 很多有意思的事啊 元素周期表 表面上没有数学关系 但是呢 它符合 翁文波的可公度性数学 注意啊 还有 Dora 米 法 索拉 西 度 音乐 音乐的音符 它们之间的数学关系 原来我都讲过 还有 太阳系的行星之间的数学关系 还有 股市 注意啊 不管底部是什么价格啊 比方说底部是5块 它的整数倍的数学关系 10块 15 20 整数倍的数学关系 那么数学为什么会有 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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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的作用 数学关系其实就是共振 就是共振 好吗 所以我说的太多了 也 我怕大家也 也 也理解不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取90分钟 是因为 数学关系最好 而不取80分钟 能理解不 尤其是这个 这个 三倍啊 三倍 两倍呢 就是受到的阻力就比较小 你比方说这个5块钱涨到10块钱 就涨两倍是吧 那就算涨一倍是吧 反正两倍的时候就涨到15 就是这个就很难了 注意啊就很难了 这个整数关系 你看很多贵物都存在这种整数关系 所以你说咱们所说的一个通道啊 通道 一个通道 两个通道 三个通道 对吧 我说调一个通道呢 他ABC也好 不管什么方式也好 他他都是在一个调整过程中 就一个通道 他如果是两个通道的话 那就不是调整 那就是下跌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涨两个通道 这是正常 涨三个通道 是属于强势 到第四个通道的时候 我认为就过不去了 就极限 到那个位置我就卖了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它是倍数关系 一个通道 一和二 三 四 它是倍数关系 那倍数关系一定是有数学关系的 但我现在不说啊 因为他他还 我还不知道他涨几个通道了 对不对 有人说 那现在来讲是不是不涨了呀 涨两个通道之后 是不是回调了 注意啊 现在的回调是依托于通道 他甚至不回撤一个通道 他连半个通道都没回撤 他只是依托这条线 往下回 往下回调 那就代表什么 后市再涨一个或两个通道的概率 都是有的 能理解不 这块有意思着呢 能理解不 如果他跌了一个通道 注意啊 上两个算结束 就算完事了 后面再起新的计算 新的计算 就是代表我们重新计算一个通道 两个通道 三个通道 但这个地方它没有下跌啊 只是依托于通道上轨横在这 明白吗 因此它如果继续向上的话 这个通道的起点还得从三月十九号算呀 还得从三月十九号算 那这个地方如果横的足够长的话 我说最开始我们说的最佳情况 四个通道的上升 最佳啊 正常我认为三个是吧 正常我认为三个通道 去年1月4号 两个通道 对吧 然后判断ABC回调一个通道 然后再上又是两个通道 但是呢我今年呢跟大家说 我跟咱们学院说 我说我认为可能是三个通道 因为ABC时间太长了 它这两个通道对称性不好 目前为止我看这两个通道的对称性还不好 因此呢我判断 再来两个通道 概率比较大 也就是说目前来看的就是四个通道 好吧 QQFU4U4M8F 大饼来了 你如果听到我今年画饼 至少你能够吃得到 好不好 那咱们判断ABC就是判断ABC 我们判断C浪第一点是 新的一波大行情的起点 咱们就抄的这个地 你服不服啊 你甭我画不画饼 你服不服吧 2018年12月份 我对于行情的后市的判断 做了八个细节的预测 现在目前八个细节全对 我曾经吹过的牛画过的饼 我全给你变成了现实 你服不服啊 不服你来 就这个这个很神奇 对不对 你想想 我最开始 你看行情那么低的位置 我认为它还会下跌 2018年12月份 对吧 咱们1月4号抄的底 我是12月份画的这个预测量 这个长周期的预测走势图 我当时那么低的位置 我认为还会下跌 一般人是不敢这么判断的吧 是不是 你想想 一般人不敢这么判断吧 1月4号见底之后 精确告诉见底 而且注意 我对于那波行情性质的判断 是一个非常大的横跨两个区域的上升 这不是事后注册吧 规模 行情规模很大 然后 那个地方不是 牛市 2019年不是牛市 4月8号 我们还得跑 对吧 精确 4月8号提示高点吧 那么 跑完之后 你这个高点 后面对应的行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就给大家预测是一个ABC的 不是空间为主 而是时间为主 它只下跌一个通道 那么后来也是走了ABC吧 第二个安全的买点 就是在C浪的末期 你甭管我是2月4号超了一个C浪低点 还是3月19号超了一个 这两个低点都是C浪末期 对吧 从空间的角度来讲 都是C浪末期 然后呢 下一波行情 我们为什么超C浪 下一波行情规模又很大 到目前为止 我所有的判断都对了吧 2018年12月份 是我的判断 好吧 你要觉得我画饼 你可以不信的 你可以不信的 没有人逼着你信的 如果行情结束 它早跌下去了 它没跌 它这是横着 通道它连一个 它连半个都没跌 这个通道你没法重新记 没法重新记的话 你这个记通道 还是从23月19号 还是记对吧 耐心点吧 我们都是见证者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时候 都能做预测的 特定的时候 就这一点呢 我特别强调一下 你说咱们按结构做的 你说这次顶部结构卖出啊 有人说 那不对啊 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的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等到 顶部结构的时候才卖呢 你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吧 为什么 因为它属于特定的时候 你能理解吗 它不是所有的时候 不是平常时候 它是特定的时候 在特定的时候 卖出你的成功率高 但并不代表它一定是成功 只不过是成功率高 我们在成功率高的地方做交易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行了 不多讲了 不多讲了 从专业的角度 结构形成 卖出 动画消失 买回 对吧 这个呢 在过去咱们经常遇到 无非就是经常遇到的当中的 其中的一个 结构动画 结构形成 卖出动画消失 买回 这只是经常遇到当中的一个 用前几天说的话 甚至不会被记住 会被遗忘 因此不用 过多的在这里付出情感 就人性呢 有些很多的情感 其实是对交易来讲 没有什么好处的 所以从专业的就是 符合卖出的标准 卖出 符合买入的标准 买入 其他的 顺其自然 坚守规则就行了 不用多想 不用多想 很多人呢 就包括咱们的学员 最主要的就是 散户思维研制 我刚才 本节课呢 一开始做了五张图 这散户思维应该是 什么样的 然后你会发现呢 就是 被我激动的 说动的人很多 这种散户思维呢 对交易 影响很大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还是 逐渐的 慢慢的 开始接触和 学习专业的 交易吧 好吧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 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 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